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瓦尼瓜尔 何大人有事找你 啊 苏婉妮瓜儿 你说你是中选了呢 还是落选了呢 奴婢不敢乱猜 那你抬起头来 看看我手上是什么 你说我是该留你的牌子呢 还是该撂你的牌子呢 奴婢全凭大人做主 真沉得住气啊 我知道官儿 你心里是很想让我留你的牌子的 而且你家里的事情 我已经打听过了 你一旦落选 那个拉奎 就会把你拉出去卖掉 对吧 大人明察 奴婢不敢撒谎 奴婢全凭大人做主 其实啊 留下你的牌子并不难 在宫里出人头地也不难 摆平那个拉奎 就更是不在话下 你一旦愿意 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这下 我来的 你只要大人 你也不得了 可以 要你不得了 何大人 您没看错人 是吗 行了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起来吧 是 卦儿 我来告诉你该做些什么 怎么做 苏丸尼卦儿听宣 苏丸尼卦儿被内府选为宫女 进宫当差 明日卯市长进宫报到 不都有误 是 奴婢遵命 卦儿 额娘就知道你会中选 等你进了宫 纳葵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 嗯 卦儿 你怎么不高兴啊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件好事 额娘 你不知道 卦儿心里有多难 额娘知道 你舍不得额娘 舍不得虚端 不是 额娘 你不知道 卦儿 卦儿 你根本就不知道 伯母 卦儿 你说卦儿明天又要进宫 这是真的吗 卦儿 我 徐端 你要记住 现在咱们俩吃的苦 受的难 这几年 咱们俩一个宫里 一个宫外 都要想办法出人头地 将来 再也不受这样的苦 这样的难了 卦儿 为了你 我一定考出一官半职 让你做一个官太太 送完那官啊 待会儿就该把你送到阿哥所去了 进去之后啊 该做什么 怎么做 你都还记得吧 额总管 奴婢从小就胆子小 长这么大就没害过别人 恐怕当不了这个密探 道不 您换别人吧 谁让你害人了 谁让你当密探了 别说的那么难听 我就是让你啊 把家亲王每天所作所为 向我密报 这怎么是害他呢 哎呀 额总管 我特别笨 弄不好 会坏了您的事的 刚进宫就不听我的话了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想反悔了 不是额总管 我真的脑子不好使 额总管 何大人 人家姑娘既然说自己笨 就不要难为人家 我看这样吧 把她送到新者库去 当个粗使的丫鬟 洗 扫地 刷麻童 奴婷 请何大人 鹿总管 开恩 不要跟我耍心眼 瓜儿 你以为你进了宫就万事大吉了 想反悔是没门的 你以为你进而捕 你以为你进到 你进去 多少冤魂你知道吗 绝不在乎多你这一个 法大人 何总管 奴婢不反悔了 我听你们吩咐 不许哭 不许哭 把眼睛哭肿了 待会怎么去见家王爷呀 何总管 在 不许哭 不许哭 是 总管 王爷 奶奶 这个宫女以后就派在府上使唤了 过来给王爷奶奶磕头 苏安妮 瓜儿 给王爷奶奶请安 快起来吧 有劳我总管了 不敢当 不敢当 奴婢这就告辞了 王爷 奶奶 这个宫女要是用着不称心 就告诉奴才一事 奴才就再给王爷奶奶换一个 我看着就挺称心的 纳兰 是 带瓜儿到住处安静下来 然后再带他去府里哥处看看 奴婢遵旨 许哭 妹妹 请跟我来 奴才告辞了 上桌咸 見ara 有約把 cámara 有約拿著 我們不能傾銜 来 你就睡这儿吧 把东西收拾收拾 行 来 坐 喝点水 谢谢 能来伺候家王爷啊 是你的福气 王爷和奶奶为人宽厚 被下人从来不轻易责骂 实不长的还有不少打赏呢 阿哥夫常使呢 为人要严厉一点 不过也是个好人 如果你尽心尽力做事的话 他应该不会找你茬的 姐姐 我脑子比较笨 手脚也不够灵活 初来扎道的 你多教教我啊 放心吧 我会把我知道了都告诉你的 何大人 这棋子啊 我已经把它放在阿哥所了 以后您该怎么使就怎么使吧 一点小意思 拿去 何大人 这都不好意思 不 您太见外了 何总管 客气什么呀 拿去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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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怎么能当枕头啊 给 这是我拿花园里的柑橘花 做的橘花枕头 你闻闻 可香呢 真香啊 蓝蓝姐姐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你比我小啊 姐姐理应照顾妹妹的 那 我就任你做我姐姐 你要不要我这个妹妹 好啊 不如 咱们就加拜秦兰姐妹 好 走 好 走 小五子 一会儿把这个扇面给我送到家王爷呢 啊 遮 等墨迹干了 别够糟急了 是 王爷 哎 别让别人看见 啊 遮 哎 怎么了 写得不好吗 事是好事 字也是好字 可是她这种仿向寒人书生的 作牌 黄阿玛最厌恶 这件事儿万一传到黄阿玛耳朵里 十一哥就有麻烦了 她也太不谨慎了 这样 那还是赶快把它收起来 省得外人看见了 她呢 你真看清楚了 她那个落款儿是胸 敬拳三个字 小得看得真真儿啊 好 太好了 好 你回去吧 回来 眼睛睁大点 耳头放尖点 如果发现不对 立刻向我们一抱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多谢俄总管在北 吃吧 这两天有什么动静 我问过官儿了 没什么事 不过 陈王府好像有档子事 何大人可以做点文章 陈王府有什么文章可做 陈王府这档子事啊 也牵扯到了 家王府 说说个 陈王爷送给家王爷 一把扇子 这回事 吴大人 这篇文章 吴大人以为该怎么做呢 吴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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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扇子 如果到了皇上之手 皇上会怎么样 皇上是最厌恶 二哥们沾染 汉人书生之陋袭的 光是那匈敬权三个字 就足以让皇上生气了 皇上动怒 必然责罚成亲王 成亲王必然要把这笔账 算在家亲王头上 到那个时候 两王争斗起来 就形成了欲磅相争之势 那么得力的愚人 就是您何大人了 这招不错呀 此机甚不良 甚不良 奴婢不敢呀 何大人 奴婢胆子太小 干不了这种事 万一没有偷到扇子 又被人发觉了 反而会耽误您俩的事 奴婢真的干不了 你天天出入 家亲王的书房 偷把扇子有什么难的 纯粹是故意推脱 奴婢真的胆子太小 干不了这种事 干不了就学着干 官儿 否则你对我 还有什么用啊 你对我没用处了 那你额娘和徐端 就要受苦了 何大人 我求求您 千万别伤害我额娘 别让他们受苦 不想让他们受苦 就听我的话 照我说的去做呀 我求求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就是茶杯碎了吗 碎了就碎了 把碎片扫出去就行了 快起来吧 是 瓜 怎么了 吓成这样 没事 我不小心把王爷的茶杯打碎了 瓜 瓜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 瓜 大郎姐姐 你千万别声张 这可是要命的事 你知道要命的事你还做呀 你不知道我有多难 走 咱们回屋 我什么都告诉你 姐姐真没想到 你心里还藏着这么多男性的事 藏着这么多的委屈 瓜 你真让姐姐心疼吗 好姐姐 你不要怪罪瓜儿做了这么多不该做的事 我也不愿意这么活着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是瓜儿担心 我要是死了 母亲和徐端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的 千万别说傻话 他们这些人心狠手辣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姐姐怎么会怪罪你呢 放心 乖 别哭了 别哭了 不管有多难 你都要熬过这三年 熬过去 你就能和徐公子在一起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管现在受多大的委屈 将来受什么样的惩罚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哪怕是下地狱 我也认了 只要你能这么想啊 你们就一定能够在一起 成亲王的善面写得真不错呀 真要交上去 还有点可惜呢 何大人 这件事可差点家王爷就知道了 您以后再也别让我干这种事了 我干不了 谁说干不了 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动点脑子 活络一点都干得了 为了偷这把扇子 我差点没被给吓死 我差点没被给吓死 何大人我求求您 您就放过我吧 我 你是不是觉得 还有回头路走啊 我问你 如果我把这把扇子的事 透出一点风去 家亲王跟成亲王 会饶了你吗 没有回头路走 替我好好做事 把家亲王的一举一动告诉我 如果敢隐瞒什么 你 你额娘 还有徐 我不说了 不说了 何总管 在 剩下的戏 该您唱了 何大人 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回路里 奴才在 皇上有什么吩咐 不 即刻招所有皇子皇孙 到尚书坊 撤 都抬起头来 看看朕手里的这把扇子 是不是 师叔俱佳 他颇为自得呀 永兴 所以 才拿出去炫耀 是吧 儿臣一声糊涂 儿臣不敢 不敢 一阵看来 胆子大得很嘛 抬起头来 看看 上边写的什么 儿臣之罪 请皇阿们说罪 朕曾经多次告诫你们 你们身上流着是爱心觉罗家的血 你们是越马横道学历活力打下大兴江山的爱心觉罗式的子孙 不是姚文姚子 古文诺末的汉人书生 最担心的 就是汉人书生的酸腹气 会消磨你们的血气 使你们萎靡不振 这三岭不深 不许你们学汉人书生那些个陋习 而永兴你呢 竟敢学汉人书生的来往唱贺 还起了什么别号 真的话都当耳疤疯了吧 我确定错了 儿臣也错了 请皇阿们说罪 皇阿们说罪 告诉你们 这是最后一次告诫你们 不许你们学汉人书生的陋习 今天这件事 要引以为戒 不可再犯 永兴 今天暂且放过你 今后有人再犯 绝无侥幸 皇阿们说 皇阿们 好 对 你 一人惹祸 大家跟着一块受罚 出什么风头 只知道出风头 快出风头 十一哥 这下你满意了吧 十一哥误会了 我也不知道擅自怎么会到了皇阿玛手里 这种事能有误会吗 十五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还会玩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招 我真是瞎了 隐了我 十一哥 那把扇子怎么会到了皇阿玛手里 德林 奴才才 你是怎么看的家 藏在书房里的东西怎么会不翼而飞 奴才该死了 奴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去 把府里所有的宫女太监都给我找来 师傅 书房里的东西 是谁拿出去的 快说 谁 不说是吧 好 那你们就跪着吧 什么时候有人说了 什么时候再站起来 官儿 这儿没你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恐怕也难脱干系啊 你放心 本王绝不会连累你的 千错万错 只怪我自己查人不深 我一直以为永远为人厚荡 谁承想他竟然心存寄于神器之心 竟可构陷手足 用心何其险恶奸诈 王爷请息怒 依我看 此等雕虫小技不像出自家王爷之手 其中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请王爷三思啊 说到底你还是一个书生啊 对于世事的险恶 你知之甚少啊 怎么还不回来呀 王爷 他们都跪了好几个时辰了 还是让他们去歇着吧 奶奶听你们说话了 还不快起来 谢王爷 谢奶奶 这事没完 明天还要接着查 下去吧 王爷 我看明天还是向石仪兄把原委 向他说清楚吧 姐姐 都是我害了你 害了大家 快别这么说 乖 没事儿 姐姐不怪你 只要是能帮妹妹熬过这三年啊 我也算没办法你叫我这身姐姐 我这心里跟尤金一样 比跪在那儿还难受 要不然我出息人罪得了 要杀妖狂冲我一个 省得连累大家 乖 快坐下 别让人听见了 你不要要命了 我不怕死 你不怕死 那你额娘和徐公子怎么办啊 官儿 为了你额娘和徐公子 你也一定要挺住啊 听话 王爷 加王爷来分 不见 挡不住了 将王爷都自己进来了 废 十一哥 你来干嘛 来看我的倒霉样啊 十一哥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可扇子的事 的确是天大的误会 误会 你是说这扇子会不静而走 不翼而飞是吧 啊 而且正好飞到了父皇手里 事情确有蹊跷 我现在也没搞清楚 蹊跷 是有点蹊跷 蹊跷的谁也搞不清楚 对吧 实际上 我给你提个行 我不是三岁的小孩 啊 送客 辅迅上肯定有内奸 否则扇子不会自己跑到黄阿玛那儿 这个内奸不除啊 后患无穷 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在府内搞一次大清查 挖出这个眼线 可我觉得这样做 会使府上人人自危 人心离散 况且 若是这件事被皇上知道了 肯定会更生气 我没想到这一层 俗话说 身正不怕影子邪 府上即使有人盯着 咱们也不用畏惧 因为知道有人盯着 咱们做事情就会更加谨慎 这也是件好事啊 说的有道理 君子不惜暗事嘛 有人想盯着 那就让他盯着吧 扇子被盯一事 在府内就不再追究了 皇上 奴才觉着 自从上次出了扇子那件事情以后 皇上心情一直不好 奴才内心实在是焦急得很 整天琢磨着 怎么才能给皇上开心呢 你要是想让朕开心呢 就是把那个让永兴 沾染上汉人陋席的那个书生 给朕找出来 皇上 其实这个人 并不难找 怎么 你知道这个人 启离皇上 这在尚书房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成亲王他们之所以身上沾染了汉人书生的陋席 那完全就是受了洪亮极的影响吧 你这么一说 朕隐隐约约的也想起来了 好像 这个人还是永兴的什么 什么师友吧 皇上 他经常跟成亲王他们一起成立 师舍呀 一起饮酒 一起唱 反正就是汉人书生的一套 永兴就是这么学坏的 实在是可恶 皇上 此风不可掌啊 整个风气都有可能被带坏 这难免其他阿哥不沾染这种陋席啊 现在真是到了该制止他们的时候了 嗯 赫勒礼 在 到尚书房 传朕的旨意 这 圣上口谕 洪亮极身上书生漏习过重 对众皇子读书做人 已造成不良影响 从即日起 开去洪亮极在尚书房一切差事 遣回汉林院做编修 洪亮极今后不许与永兴往来 上书房 其他大臣 言以为戒 不得再犯 轻辞 父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贾王爷最看重的 就是你们之间的手足情谊 本来还可以通过洪大人疏通你们之间的误会 可是没想到洪大人也遭到了贬斥 贾王爷担心十一爷再生误会 特地派奴才来提醒王爷 千万不要中了和珅的离间之计 十五帝身边有你 就是出手不凡啊 板子打在洪亮极身上 疼在我脸上 高招啊 王爷误会 这都是和珅一手操纵的 甭跟我提和珅 就说说你鬼抓狐吧 给十五帝出了这么多高招 裱着十五往上爬 王爷 送客 扯 光信告辞了 看来我和十一哥之间的嫌隙 一时是很难弥合了 和珅这一手 承王爷不仅怀疑上您 连与您交往的人也被怀疑上了 不过 承王爷最终会明白过来的 和珅只能是白费心计 一定要让他白费心计 一定要让他白费心计 教育后离缘 九下耕耘疾 三春残疾凡 皇上 已经三经了 您折子也批完了 该早点歇着了 和珅 佛罗里 船 和珅 还有王杰两位大学士见见 现在船 皇上 都已经过了三经了 快点去 快去 这 你们看看 这首诗写得如何 王总长 奴才 请问皇上 这首诗是谁写的呀 你先别管是谁写的 这首诗写得好不好 奴才以为 这应该算是首好诗吧 何哲押运 对账工整是吧 不过 不过什么呀 有话直说 不过 是奴才瞎说啊 不过 似乎这个利益 过于平实 用词嘛 着朴 是不是幼稚了些 王总长 臣子 你看呢 臣以为 这首诗从文字上看 显得着朴平实 但在内在中却透着 抚养天地 窥然不动之沉稳和大气 足见作者 心胸之宽 涵养之深啊 不知微臣所见 可否 哎呀 果然是 闯元宰相 见解就是不俗啊 皇上 这首诗到底谁写的呀 你先别管是谁写的 你们再说说 它还有什么好的地方 呃 这个 呃 这首诗中 有着悲鸣百姓的人后之信 嗯 河申 啊 你也说说 哦 那皇上您看 奴才想说的 都让王中坦给说了 看来你们二位 意见一致了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是 嗯 咱们君臣三人 同样的看法 啊 今天就是我们君臣三人的雅集 对外就不必声张了 二位爱卿 请回吧 正面 嗯 王中坦 王中坦 您知道刚才皇上那首诗是谁写的吗 何大人 皇上只是让咱们来谈诗 可没让猜测这首诗是谁写的呀 半夜三更 皇上把咱们找回来 就为了谈诗雅集 皇上拿咱们当傻子呀 何大人 妄测圣意 可是要杀头的 哎 王大人 我就随口一说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你 你这个认真是 哈 你认真了 现在啊 这 这都后半夜了 让你去你就去 费什么话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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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阔无垠的草原上 我们祖先要看豪华 那你曾经是他们 争战的奖长 那你曾经是我们俘兄 顺略的伟长 爱故乡 我们的天堂 白云飘落 白云 黄声音好笑 天门上去 马奔去 月尘飞扬 无去无输 无数人情的地方 光不想 我会显到 有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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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